反對人工泳灘 反對人工泳灘 保護農美 十多名反對政府 在農美興建人工泳灘計劃的環保團體代表 在立法會外請願 堅決不遷不插 而在環境事務委員會 和民政事務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 多名泛民議員質疑政府 早前委託機構所做的農美環評報告 不盡不實 今次有巨大的爭議 正正是聘請的這間公司 在07年和08年 兩次的環評報告裡面 出現一些重大的漏洞 有資料不盡不實 有誇大資源 甚至乎有失實的情況 無論是生物物種的數目 和水質 我們中環都很缺乏沙灘 不如在政府總部外面整個 我們開園會就去游泳也挺好 那是不是我們缺乏就要整呢 你對於環境生態 對於附近影響的水質適不適合 亦有議員擔心興建人工泳灘計劃 會影響漁民生計 對漁業的那部份 就講得不足 對水質影響輕微 對漁業影響輕微 其實這件事是說服不了我們 我最重要的事情 我就是希望再問清楚少少少 除了你們做一些漁類的報告之外 有沒有做過一些對漁類持續發展的 例如育苗區有幾大影響 一些實質的調查 不過環境局副局長陸恭偉 就以由團體考慮就工程提出司法複合為由 拒絕作出回應 政府重申農美泳灘工程 將會如期在年底展開 又指早前已經成功事件 將20種海洋物種遷到丁國東 強調當局重視保育工作 香港風頻電視機 就在王嘉林報道 請教導 door口 在網前 警告 在網上 可行